立法院4号即将选查大户条款 立委协议倾向废除 经营院院长郑珍茂说 3号台股大涨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对进行会主委曾明宗 语代保留表达呢 现在是请辞当中不便做任何回应 至于市场专家对大户条款的废除 还有提高门槛也有不同看法 立法院预定4号审查大户条款 台股3号提前反应大涨 台湾金融延续任院长郑珍茂指出 大涨就是反应大户条款可能废除 而经管会主委曾明宗 警表示现在是请辞中不便做任何评论 我想这可能反应是这个证所 所以有可能被大户条款被拿掉吧 可能是反应这个因素 对那其实欧美也表现不错 今天股市涨了140点 成交量晃大到1144亿 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情况 因为前两天跌了 那尤其外资 外资持续贿赂 目前我是请职待命 对重大的政策 不合适表示意见 郑锁税大户条款到底该存该费 市场有不同的争论 财信传媒集团社长谢金和直言 大户条款的存在 是国民党这次九合一选举 表现不如预期的原因之一 他举例民众如果到百户公司 高额消费都会享有折扣 但为什么买台股却要被重成呢 不过学者也有不同态度认为站在资本利得的角度上来看 废除似乎没有公益性 除非说他认为说把这个条款 去除掉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有正面的功能的话 那我想在政策上就可以讨论 但如果纯粹就 从资本利得应该 克税的角度来讲 我是觉得说 他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性跟公益性 面对大户条款 各界有不同的声音 立法院也即将进行审查 最快明天有明朗的结果 有点TV 李某山 肖不清 台北报导